音乐 Hello 大家好 我是Yoda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未订阅的观众就记得订阅 一有新片就会通知你 免费家 今天在葡萄牙旅程的第三天 我们今天打算去Sintrat 新达拉山和Kaskus 卡斯海十 因为要去另外一个城市 还要去山区 今早起床就早点来吃早餐 然后就出发了 我们去了酒店对面 跟酒店同一个品牌的餐厅 可以吃早餐的 叫了三文治 我老公就炒蛋烟肉多士 但是他吃完早餐之后 就急急的冲了上酒店厕所了 我就唯有在这里探一下咖啡先 等我老公 我们就一起去买面包 因为怕上到山里没东西吃 买好面包和水就稳定了 那我们就去了附近超级市场那里 买面包 谁知道发现原来要拿丑 我们还要等了很久才发现要拿丑 所以都浪费了很多时间才出发 接着我们走去市中心Russell 那个地铁站 特地铁去Sintrat 新达拉斯 在售票处又来回车票买 如果坐不到直达的车 就要在Banfica转车 车厂比想尽中干净 沿途的环境都很乡村 眨一眼我们就到了 我们现在就下车 这里就是Sintra站 都几多人下车 我们跟着人龙走就应该不会错了 我见大部分人都是拿着这一张来湖车票 说给大家听 我发现现在已经是两点钟了 虽然那里有巴士 但是我们真的不够时间 唯有决定包车 虽然是贵点 但是省点时间 谁叫我们这么迟出发呢 又不想明天再来多次 那我们就选了这个哥哥仔 因为他有旅游发展高级牌 还有他的英文发音很标准 而且解释得很清楚 他Sell我那时我还跟他说 我们没有想着跟团 我们想着自己玩而已 他竟然还教我怎么搭车去玩 他真的很老实 但是他的车就残了一点 K6网上或者酒店 其实都有团来这里 65至75欧元一个人不等 我觉得自己来都行 又不用那么贵 谁知最后都是要给60欧元一个人包车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我本身的计划就是搭火车来Cintra这个站 再搭巴士逐个景点玩 其实真的便宜很多 只要去到Cintra火车站 就有435、434和403巴士 可以去到这么多个景点 435巴士就在Cintra火车站 然后你就可以去到两个宫殿 加上摩尔人城堡 如果想去Cintra火车站 就去火车站403巴士票价 和巴士时间常常有改动 最好上网看 如果你有三四个人 我就建议你召唤 除开都是差不多价钱 哥哥说来到第一个景点了 我马上呆了 为什么带我来浸水 还是他要交水费 原来这里是非常出名的 真的是旅游景点之一 因为水质很好 水是经过山上流下来 有很多矿物质 又没有污染 他还说当地人如果有病 就会每天早上来喝这些水 那就会好回了 我都试了一点 真的挺清甜的 这里远望过去就是新特拉皇宫 13元欧罗入场费 我就没有打算进去 远处看看就可以了 但我一定要去摩尔人城堡 和雷加莱拉原装 配立宫我会下次再来看 因为时间有限 我上网看过他的museum里面的东西 和荷兰的museum都很相似 我们现在去摩尔人城堡 没有车泊在外面 然后我们就要走进去买飞 就算有车 其实都走得挺金下的 最好就穿球鞋 或者行山的鞋 走去买飞都有一段路 但是都容易走的 今次这一集就比较长一点 因为去了很多景点 我都剪剪接接 浓缩了给大家看 希望大家都看得开心 左边一堆人那里就是排队 用自动售票机买飞入场 买飞了 走得 入到去都挺大的地方 如果你想走完整个迷里长城的话 其实都要差不多一个小时 这座城堡是建筑在八至九世纪的 如果你在城堡的顶部看 你就可以看完整个新特拉镇的风景 然后我们再去另一个景点 雷卡罗拉庄园 我们包车就真的很快 离开这个景点 就立刻可以去第二个景点 眨眼就到了 这个就是雷卡罗拉庄园 都要走一段斜路才能进去 还要进去才能买飞 我们就没有之前买飞 因为如果去不到 就会浪费了一张飞 这里很有历史价值 都被联合国列为世界遗产 18世纪之后 他就被一个很有钱的男人 叫做蒙泰罗 买了 然后就找意大利建筑师 就帮他设计了这个庄园 他的建筑其实都挺神秘的 因为他隐藏了有关联金术 共济会 聖殿骑士 和玫瑰十字会的符号 我自己觉得这个天井 真的很特别 很神秘 网上看到不同人拍出来的 效果都不同 这就是雷加莱拉宫了 这个宫殿里面有厕所的 大家如果有需要都可以过来逛逛 里面其实就没什么看的了 如果你要比起其他大的宫殿 或者大的博物馆 就比这里好多 不过来到就当然也要看看这里的历史啦 现在我们就飞车去下一站 因为要趕着看日落 哥哥仔现在的名字叫陀海 到了这里就是罗卡角 它是位于大西洋的一个海峡 也是欧亚大陆最西端 这个十字架纪念碑也很有名 因为它上面有一个著名的语句 翻译就是陆子于耻 海耻于诗 简单来说就是世界尽头的意思 然后我们又试飞车去另一个景点啦 这里是地獄之口 距离克斯克斯不远的地方 潮漲的时候 海浪冲进去这个洞 就会产生一些巨响 所以就叫做地獄之口 这里是最出名映日落的地方 最后一站我们就去克斯克斯吃晚餐 我觉得这里的东西比利斯本便宜 哥哥仔介绍了一个地道的海鲜餐 这餐厅给我们吃的 说是很便宜的 谁知道我们去到就收了 可能收得太便宜了 由于我太肚饿了 老过见到有个马戒忧波波 那就买来吃一下 它5元一个其实也挺贵 不过我咬了一口之后 我又觉得挺值 因为它里面还有芝士 又有马戒忧 皮还做得很脆 大家有机会都可以来试一下 这家店有很多分店 哥哥仔另外还介绍了这餐厅给我们 在这里走去搭火车都不是很远 环境又OK 价钱比利斯本便宜 那我们就立刻进去了 我们选择坐里面 因为葡萄牙2月晚上都挺冷的 这里都有甜品吃 我一坐下就叫了葡萄牙最出名的白爪鱼 另外叫了个烧鸡 它拼薯条的 接着还有个烧排骨 烧排骨都很多 我们以为二人份量 还有一大堆薯条 原来是一人份量 不过我们都吃得完 这里的价钱便宜过利斯本很多 所以太开心了 我都不记得拍张单 吃完饭走回Cascus火车站四分钟 我预先上网看好火车班次 我知道哪一班车可以直达里斯本市中心 不用中途转巴士 但是去到火车站的职员 竟然跟我说 这班车去不到市中心 你要自己搭巴士 那我们就照上火车 都知道他哪个站下车转巴士 幸好尿袋还有点点 去到转车站 我见到有个车长 我就问他 原来有特别事故 所以有架专车会免费接我们回利斯本市中心 今次的影片长了一点 希望大家不会觉得悶 今次葡萄牙旅行影片 就多了很多人订阅 真是很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会把乘车和餐厅的资讯 都放在资讯栏 方便大家 今次的分享就到这里 多谢各位收看和支持 未订阅的观众 就记得订阅 多谢 拜拜 拜拜 观众 节目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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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